那我们说色彩实际上是校色和调色两个环节 那首先我们一般是先保证色彩能够被还原回来 那这个过程正是为校色 其次呢是在这个校好的色彩上面再做一些美化的效果 那这叫调色 那么下面这个案例呢我们就是通过计较又调 来看看整体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在Project里面双击 然后导入配套光盘第五颗VOTAGE 我们这里有一个Color Correction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夹 里面有序列串 别忘了打开它这个序列的这个选项勾 我们把所有素材导入 然后呢我们在Project下面打一下这个大PC这个按钮 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边 我们将深度改为16比特每通道 然后顺便呢把这个工作空间的相当列表里面 也选成我们帕制的SECM 就是标准国内的电视这种知识信号 好 那我们在项目窗口里面双击一下这个素材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小爱托种播放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这样是一个女性啊 在这里就大约有一个转头这样一个姿势的一个动画 那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一些细节啊 这个我们大家都讲过 那这是我们所谓的场信号可以看得到 里边有很多的这种毛刺状的效果 那这是原因是什么造成呢 那我们是因为设想机是这种交错场的这个这种拍摄方式 那么显示的时候 因为放在电视上是这个隔行扫描 所以有这种隔行的这种毛刺效果 那么我们来先处理一下啊 简单处理一下这个参数 我们直接呢在这个项目窗口中选中这个素材 然后呢选择文件菜单 File 我们看到下边有这么一条命令叫做interpreted footage 那这一条命令叫做解释素材 然后我们在这个紫菜单里面再选择主啊 mine菜单这个好 我们点开了解释素材的这个对话框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解释素材的这个中部啊 我们有一个关于场设置的这样一个参数 那这是场设置就是我们来交替两场的话 我们来决定哪一场优先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场消融的效果 好 我们在这里面选择上场优先 那你可能会问我 你说你怎么知道这是上场优先呢 那老师告诉你 我是猜的啊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 它到底是上场还是下场优先 所以一般情况下两个都试一下 一测 我们就可以看到到 只要播放的很顺畅 那就是选对了 如果播放的不对呢 它肯定会出现这种跳针的效果 那我们再播放一下 我们看来是猜对了 是上场优先 那么场消融的效果之后呢 这个毛刺就不见了 好 素材解释完毕 我们现在就可以见合成了 我们直接把这个素材 我们这个素材拖拽到新建合成这个按钮上 以这个素材产生一个合成 那么它的大小和它是完全是匹配的 长度也是匹配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片子需要调哪些地方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原始素材人物的这个肤色 有点偏黄 而且光感呢 层次感都比较的差 所以我们可能会要做很多的这种调节 让它做一些美化的处理 那第一步呢 我们就先来做一个色相饱和度的这个素质 因为我最终是想得到一个整体色调 偏这么冷一点点 然后人物的形象又比较语化 或者说是比较圆融 那这个效果 我们所以第一步呢 先选择这个色相饱和度 那色相饱和度呢 我们重点的参数 它是由三个池来构成的 就是我们说的色彩的这个三元素 那三元素呢 就是色相饱和度和明度来构成的 我们也说也叫亮度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先把它做一个降调的这么处理 我们让这个色彩变淡一些 所以我们在这个主要的这个饱和度选项里面 我们给它调为负的40 让这个色彩先淡下来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条命令上面 还有一个两条色相环 那这个色相环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颜色的 这个整体的这种偏语变化 我们可以微调一下 可以感觉一下这种色彩的这种倾向 那因为这个色相的调节 我们一会儿要放在这个具体的局部条式里面去讲 所以我们先不在这里去多说 直接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那彩度降下来之后 我们就要给它追一下这个光感的效果了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实际上是站在窗户边前 那窗户边前会有很大的受光 我们希望这种受光影响到它的肤色 那我们就可以给它加一些这种调光的效果 那加一个什么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曝光度的效果 好 我们来找一下 在Effect 栽弹里面 我们还是找到Color Crescent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Exposer 这叫做曝光度 好 我们选中这个命令 在这个命令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参数 无非也很简单 就是一些曝光值 位移值 和伽玛值 伽玛值一般是校正 这个中间灰阶的这样一个常数范围 我们简单调一下这三个数据 比方说曝光 我们放在0.3左右 那么Offset 我们给它放到0.05 伽玛值 我们调到0.45左右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还差一个参数 我们注意 一定要把这个 旁通线性光的转换器开关打开 这个开关打开 之后这个画面的对比度 就会有适当的加强 那么画面的光感会很强烈 好 前面我也说了 我说我要调一个 这个整体色调偏冷 这样的那种感觉 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做了几个选项的参数 第一 我们说调色 调色彩 我们就去色相饱和度里去调 那我要加强这个明暗的亮度 我就去这个曝光度里去调 那么现在我们要调它的这个色彩的这种 整体的大颜色的这种感觉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会选择第三条命令 我们也很常用 叫做Color Balance 我们看到在Effect栽单之下 有这个Color Balance 叫做色彩平衡 那么用色彩平衡调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针对不同的这个颜色范围 给它一个色彩的整体的这种平衡变化 那我们也看到色彩平衡的这些参数 它主要是基于什么 基于两点 一个是基于这个明暗程度 你可以看它又针对于亮度的 针对于中间调的和针对于暗调的 而这些色调实际上都是基于我们所谓的 三个加色和三个检色进行调节 比如RGB和清品黄 我们一看也能看得明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需要为这个人物的脸部 设计一个冷光源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调高一些 关于蓝色这部分的参数 那首先我们也看到它的脸部也是受光面 所以它一定也是亮掉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亮部的蓝色区域里面的 Balance里面 我们给它把它的平衡参数调到60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整个图像就偏蓝了 冷的有点太过分了 皮肤原有的这个颜色就不够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绿色的Balance和红色的Balance也稍微给它做一些调整修正一下 我们把绿的调到14 红的调到11 那这样的话 我们差不多这个效果就有点靠接近了 接下来呢 我们稍微调一下中间色调的这个颜色变化 那还是一样 我们整体让它偏冷一些 那这样的话会让皮肤感觉舒服一些 那么我们把这个中间的这个蓝色调呢 Balance的平衡的我们设到50左右 那么同样的我们要平衡一下这些绿颜色效果 让它到38左右 然后让皮肤就不会太蓝 好 最后呢我们观察一下暗部区域 这时候我们仔细看一下室内的这个暗部区域大V是暖色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这个环境效果里面 我们找到这个暗部的这个红色含量 我们在Shadow这里边选择红色的这个平衡值 我们把它放为30 那么观察一下这样的结果 我们就看一看到整个的这个肤色调整 就算是差不多高一段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做个俗一点的工作 因为大家都喜欢看那种雨化啊 柔光的这种效果 所以我们给它做一个去皂的处理 让它的皮肤看起来更柔和一些 那这样的话 这个对话命令也很简单 我们选择Effect单之下的Noise 这个杂色和去皂这个工具里边 我们选择Remove这个去皂工具 去皂的这个命令 我们看到在这个选项里边 第一个我们首先要把它的这个观察模式 放到这个最终结果状态之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效果 最后呢 我们将这个参数设为2 大家一看这种雨化的效果就出现了 好 我们预览了一下 看到这个片子跟之前要对比起来 确实舒服了很多 那这就是我们在校色的技术上又进行调色的 这样一个颜色处理结果 我能吃到这个某个东西 然后这种药 你可能是恶不加 我们就能够别过去 我们就不得了 我们就像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说 这个简单 我们就需要 我们就那样的 其实这种 我们就不得了 不得了